好 中国从三月份开始禁止台湾的凤梨进口 民进党下午也开记者会力挺农民 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也跟南部凤梨产区的县市首长一起行销凤梨 像是屏东县长潘孟安就化身为购物台的主持人 卖力推销凤梨产品 高雄市长陈其迈则建议 至少可以把党会换成凤梨一个礼拜 总统则是说面对挑战 台湾不会被打倒反而会更强大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反酸中国没有大国风范 封杀做法只是会让台湾更不爽 对岸也没好处 记者会还没开始前 台南市长黄魏哲先来推销自家凤梨香甜又多汁 南部凤梨产区的四个县市首长们 特地北上号召吃凤梨挺农民 秀出各式加工产品 从醋 油 酱油到果干化身购物台主持人 还把印有凤梨图案的购物袋套在胸前 卖力演出 凤梨果醋 凤梨果干 还有我们凤梨家的屏东金牌的巧克力 等今天荣荣召见之后 我们就公布这个专线 两个礼拜之后也要跟出购澳 澳洲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也建议主席我们这几天 在至少一个礼拜 应该把我们的党会里面中间那个台湾 把它改成凤梨 凤梨台湾对斗志高县市长都不顾形象 施展十八般武艺卖凤梨 比谁有创意还要比战机 而短短几天内 目前已经有上百家企业支持国产凤梨 认购量超过四万一千公顿 总统期盼挺凤梨的力量继续下去 危机就是转机 面对每一次的挑战 台湾都不会被打倒 反而会更加的强大 总统信心喊话 台湾任性强 对岸无预警禁止台湾凤梨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看不下去 披中国没有大国的格调 做法让台湾人反感 至于国民党也有明代采购凤梨 放在中常会上 现在朝野站在同一阵线 想办法帮农民渡过难关 记者下面下面说台北报道